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是爸不动手术 他就不会死 都是他 他还死爸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难道爸死了 我不伤心 我不难过吗 只是一次而已 不要再解释了 对我来说 背叛就是背叛 一次或者一百次的不忠 没有差别 我一枪 我们离开吧 一枪的情况好像越来越糟 你们已经离婚了 在法律上完全没有关系的 是啊 没有理由家人不照顾 由你这个外人来照顾吧 你可以关心他 甚至是花多点时间来照顾他 可是你没有理由 拿自己的幸福来当仇吗 我是不希望看到他继续蜕废下去 一枪现在是要一个 让他活下去的理由 如果他接受治疗的话 肯定会康复 好了之后怎么办 你跟他很好 你接着回家 坦白说 站在彭的立场 我真的不希望你把自己的幸福给开上 世事难料 很多时候伤你最深的 往往就是你身边最亲的人 你好 先生 您好吗 什么状况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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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元出现修课 马上通军医生 路易斯 急准力 病人之前申诉全身养护细几处 温养 继续蜂续 好 脱 什么情况 看起来下次过敏修课 我可以把病毒出现修课 病毒的问题 病毒在温度中 要开始肥肥课 开心肥肥课 肥肥课 为什么 人多一点才热闹 你这个没用的复兴人 难道你忘了吗 我去年说过了 今年我流年不利 不能参加红白市 每次都是这么说 我看你是不想出钱吧 阿婆 我也要一本杂志 谢谢 这不是十块钱 是一百块 我没有这样多少钱找你 那没有关系 那就不用找了 阿婆 那边有这餐猪 三十 你没认识的 你们就是我守了两年的命名 他就是你的BFF 他就是你的BFF 是 没关系 继续CPR 你不是说你要追我的吗 怎么说话不算话 我求求你 你不能死 欣妮 别这样 欣妮真的累了 让他走吧 阿婆 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 我们两个的关系应该是更加的 你干吗 你干吗还想打我 我不准你再提起昨晚的事 我收到了 我会守口如瓶的 对了 我的那件商议 你记得要把它给洗干净洗白白帮给我 好吗 你确定他跌上了头 是 你好 姐姐 孝敬说你扭伤了脚 你没事吧 不是扭伤了脚 是跌上了头 不得动 没什么 只是不小心扭了一下 我知道你们想给我一个惊喜 不过我还有别人要看 幸运了 谢谢 我们只不过想邀你过去 然后替你庆祝生日 大家快乐 没有人知道 十八岁过过 我再也不清楚生日 再也不喜欢惊喜 对不起 病房里不能用手机的 因为手机的电磁波 会影响到病房里仪器的操作 我就讲两句 两句就挂 喂 你帮我把之前买的那只股票放掉 然后 已经谈了两句 可以挂了吗 请你关上电话 你知不知道我这通电话有多重要 我只知道病人的生命更重要 如果你要用电话的话 请到外面去用吧 谢谢 对不起 应该很庆幸有我陪你一起用餐 谢谢你 我知道我臭名远播 谁都怕了我 对不对 为了结婚而结婚是不会有幸福的 与其最后会离婚 不如一开始就单身 你都还没有结婚 又怎么会知道一定会离婚呢 离婚率现在跟房地产一样 年年都在上升 就像若君一样 她是最好的例子 我宁愿在我自己的口发上面 填上单身而不是婚 也不能填上微斗 是不是 其实单身也可以很快乐 一个人的时候善待自己 一切顺其自然就是了 我一定要听到这种生活 别叫我 别叫我 肯 肯 你没事吧 肯 你没事吧 肯 你没事肯 救命啊 救命啊 依你们对你们爸的了解 你说 他现在如果能够说话 他会反对把自己的器官捐出来吗 妈 真正的关怀不是锦上添花 而是握着真正有需要的手 查看哪一个等待未继的病人 给处于困境的人带来一线希望 Mr.Gol 我们现在帮你擦背 如果跨不过知道心理障碍 就不能算是一名合格的护士了 给过世的病人清理遗体 是身为护士分裂的工作 Mr.Gol 我们已经把你清理干净了 你可以轻松上路开始心理旅程 真爱是要自己主动去争取的 很多人就因为顾虑太多 结果就错过了机会 只留下遗憾 写了什么愿望 我希望所有我认识的人和认识我的人 都会幸福 健康 快乐 你这样有爱心 其实我也是为了自己 只有身边的人无灾无难 我们才会幸福快乐 你说不是吗 人应该带着热情面对生活 带着激情面对工作 带着真情面对所有的人 无论顺水或者逆风 都要用最甜美的笑容 面对自己的人生 之前不是说 The Sun The Sand The Sea 有这三个S就是你梦寐以绝的工作吗 这么快就受不了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 千万不要把兴趣变成工作 否则你的兴趣就变成坟墓 是吗 不过我下一份工作还是要上个S 一定要看起来很聪明 感到感到感到 还要有可观的 股票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只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S 什么S 《承认》 小姐 该你们在桌子上面 看到一个本质是 是这个吗 喜欢一个人 原因有时候可以很简单 可以是因为那天 她穿了一件很简单的T恤 有着天真无敌的笑容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们怎么会认识 你什么时候跟YuLa合照 你要追她 在她周围除了你比较出类拔萃之外 还有谁是我的对手 有人说 做对的事情比把事情做对重要 不过我认为 一个人不管做什么 都得先把每一件小事做好 这是我爸留给我 最大的财富 我家里有靠山 我家里有四堵墙靠背 还有一个八十岁的阿嬷要养 我们做人 一定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可是我怕太迟 太迟 你有没有听说过 黄宗六十跟刘备 得川家康 他七十打天下 江子牙 他八十败相 舍太君 百岁挂帅 那个孙悟空 他五百岁的时候 才到西天去取经 你今年几岁 可是我要半冲半毒 我怕文夫不来的 没有跟你说 护士是不能够吃包的吗 吃什么 吃了你就会忙着打包移 还好我吃的是水饺面 水饺面也不适应 吃了你就会免睡觉 没叫好睡的意思 人生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 那就是放弃的路 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 那就是成长的路 所以我决定先把本分做好 然后再继续提升自己 那里是你想要的舞台 那条路通往美临未来 每个选择 我们亲手来拆 生命因为未知而期待 风雨渐成也是一种精彩 转过身来 爱一直都在 那些关怀 在夜里温暖着胸怀 转过人海 爱留下来 月亮快乐 是因为看见越快 我看见见 我 shuffle 我爱你 你不会不给你 我看见 你不 gat了 所以呢 我看见 你不再带 我看见 你不太带 我看见 你不太带